我們做的事不只是要生意做得很大 而是希望對社會 或者對我們關心的一些團體和組織 有一個影響力 我的工作是多了一份愛 我可以為我自己關心的貓貓舅舅 去做多點事 我們本身是一間寵物保險的公司 所以我們對於寵物相關的福利也很著重 譬如同事領養寵物 或者家裡的寵物生了嬰兒 有生養寵物 也可以有一個市產價 另外如果不幸的話 他家裡有寵物離世 我自己也有養寵物 我明白那段時間是很拼富的 我們同樣地都可以給他 有一天的假期可以給他 其實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帶你寵物上班 我們沒有所謂的 但有些同事可能會害羞 別人不帶我又帶 所以我們不定期都會舉辦一些寵物日 例如今日 我們就有寵物日 很多同事就帶了貓、小狗回來 因為我自己養了二十多年貓 我是很喜歡貓 例如我以前做其他工作的時候 可能和寵物沒有關係 你只會去想 我去做一份工作 我只會去想 我怎樣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來到這裡 他給了多一個元素 我除了要想我怎樣可以做好這份工作之外 原來我還可以利用我們公司 或者我自己的崗位上面的特點 去看看可不可以為寵物界去做一些事情 例如去年我們五月的時候 跟維善醉落一起搞了一個活動 叫做遺產捐贈 給一些動物團體的組織 香港是沒有一個遺產捐贈的概念 維善醉落就是在香港一些義務律師 幫人免費立遺囑 幫你安排你 例如你的遺產部分的 portion 可以捐贈你指定的慈善團體 去年我們就要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幫他一起推廣這件事 希望可以為寵物界做一些事情 例如最近我們看到阿棍奧 他出帖文說 有些經濟上的困難 我們一間這麼小的公司 就可以很快轉身了 我們那晚看到 翌日已經立即行動了 捐了第一筆款項給他 亦都立即發展了一個campaign 在那一段期間 每一張保單的客戶 不僅有優惠 而且我們還會每張保單 有資料捐贈給阿棍奧 這件事令到我覺得 我的工作多了一份愛 我可以為自己關心的貓貓舅 做多點事 其實我們除了是一間 很友善的公司之外 我們亦都很著重平等的權利 我們沒有很特別去問你 是否同性伴侶 但粗糧保計 我猜有10%的員工 都會屬於LGBT圖案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得到 很多關於LGBT的資訊 例如我們主管級的同事 他只要在任何地方有註冊 他的伴侶 不論是同性或異性 亦都有醫療福利 婚姻假期是不限於異性伴侶的婚姻 同性伴侶的婚姻 同樣可以有婚姻假期 很多時候你在開始工作 你是在一個很激烈的環境工作 你長期需要有很多的創新 嘗試 你可能會很辛苦之後 可能會失敗 這個環境其實是很辛苦的 甚麼令到這班人願意留在這裏 其實除了你的工作滿足之外 是一班同事做事方面 是否足夠融合 我們公司有用到一個方法 叫做Office Fibes 同時可以在Office Fibes填製 我們去量度對於公司不同方面的 feedback 除了這些文化之外 我們都很著重給我們的員工 譬如我們一個月內 有一個星期可以選擇4.5日工作 我會非常主張 當你覺得自己已經搶到很癢的時候 你先休息一下 甚至乎你早上覺得自己已經很累了 你下午去吹下午茶 你先休息一下 我們有一個半天過程 那天你和主管說聲 你便可以離開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每個星期 都可以有兩天 你從家工作 大家會比較彈性 譬如我很多同事都是養貓狗 我自己都是養貓 有時可能要帶貓去看醫生 又或者有時可能覺得自己的情緒不好 你想多陪牠一陣 我們有這些積極力給大家 很多人都會覺得 Tech Company 是很著重科技的 是一個要去人化的業務 但我們正正是相反 我們要做一個 Humanless process 只要做一個原因 我們想要求能力 但是真真正正去幫你 去驅動你的品牌 你的產品的核心 始終是需要一個人性化的部分 我們公司在這方面 比較Humanized 我們會很著重去看客戶的想法 同事的感受 怎樣可以去做的產品之餘 而又是一個有溫度的品牌